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要想让你的蟹爪蓝能够花开爆盆 那么我们养活过程中呢 就一定要注意要先把你的这个蟹爪蓝这个茎叶把它养肥厚了 养得比较健壮了之后呢 我们后期才比较适合给它吹花 那么养肥这个蟹爪蓝呢 我们刚开始用肥的话呢 是用这种蛋鳞甲比较充足的这种复合肥这种水溶肥 然后稀释之后呢 给它浇灌就利于你这个茎叶的生长 然后在临近花期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给它补充脸甲肥 就可以促进它花芽分化 然后后期呢 给它充足的散色光照 然后适当的控水 再给它进行这个短日照处理 那么你的蟹爪蓝基本上啊 都是可以花开爆盆的 但是呢 在这个养护的过程中呢 有一点还是很多花也会忽视的 那么这一点忽视之后呢 就会导致你的蟹爪蓝呢 虽然会长出非常多的花苞 但是这个花苞啊 全部就出现一个哗啦哗啦掉的现象 那么后期开花可能会开的特别的少 那么是哪一点会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呢 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点就是要在它这个花苞期 花芽分化期 一定要保证它有这个稳定的这个温度 一定不要有太大的这个温差 蟹爪蓝和和一些兰花菌子蓝这一类的这个需要春花的植物是不一样的 如果温差过大的话会导致它的花苞啊 会凸现一个脱落的现象 那么你后期可能会开的特别的少 所以我们养护蟹爪蓝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保证有一个相对比较恒定的温度 温度这个温差不要太大 后期呢 只要养护得大 补充足够的这个磷甲肥 那么你的蟹爪蓝的话 还是照样可以还开包盆的 所以呢 在养护蟹爪蓝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 除了要做好一些 基本的养护工作之外呢 这个温度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